我们要来看一个复杂一点的 这个算法呢 是要在单定表里头实现一个插入 在链表L当中 某一个位置上 把E数据元素插进来 那它的逻辑关系 就改变了 原来I 减1和I之间是相邻的 现在E 插入了 所以它的逻辑关系就改变了 那我们要是在链表 用个图示来画出来呢 就应该是 这是我们原来的表 再把E插进来 E是一个新节点 如果把E插在 AI减1和I之间 上就是 I减1的后面 I位置要插入 这样AI就得往后挪 把它插在它们中间 实际上就是要改变 这两个指针 一个呢 就是E的后计 地界点的后计 应该是AI 再有一个呢 就这条线要改变 这条线的改变 就使得 I减1的后计 应该是指向E界点 我这么画呢 是有这么一个 目的的 比如说 如果我先实现 把E界点所在的地址 放到AI减1里头 把它的次序换一下 就不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要是 先来实现 这样一条线的话 那你后面 AI的地址就丢了 所以我们必须得 来先实现 后面这条线 这是我们的逻辑结构 那要是在指针上 怎么样来实现呢 指针怎么样来操作 首先还是我们这张表 那我们就要 为这个新节点 分配一个空间 假如叫S指针 所指的空间 分配一个L node 把指针 地址放到这S指针里头 数据E放到对头 这是前两句 生成一个新节点 下面就要来实现 这两句话 第一句话 我们这个等号的意思呢 就是把右边 这个数据值 放到左边 这个空间里面去 所以左边是空间 右边是值 那我们先来看看 P所指的Next 右边这个值 代表什么值 代表哪一个地址 它应该是个地址 P所指的地址 就到了结构体了 那么它的Next 就在这里 把这个取出来 这里面是什么呢 自然就是AI的地址 所以先把AI的地址 先取出来 放到哪儿去呢 放到S所指的Next里头去 这是S所指的结构体 它选域 Max在这里 所以就把AI的地址 要放在这个空间里面去 那么原来这个空间在这儿 那这直针就移到了E的 Max的E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条线就连上了 那第一条线连上了 再连第二条线 这时候 这个AI的地址 我们可以不用了 是吧 我们已经用过了 所以第二条呢 就是 P所指的Next 应该等于S 意思就是说 把右边的这个值 送到左边 P所指的Next的空间里头去 那我们来找找 S很容易找 S就是它 要把它放到 P指向的 在这里 P所指向的 选一个域 就是Next的域 在这里 所以我们把S放在这里面 实现了 这样一条线的连接 那么插入 我们就是要得到 这样的一个结果 把AI-E 然后再导AI 看我们就可以实现插入了 那我们看一下 完整的算法 在这个完整的算法里面 我们先把我们 已经知道的这些东西 把它刨掉 看看剩下 还有些什么东西 首先是个初值 那么从初值开始 链头 这是L 是链子头 抓住链子头 一个一个往下数 这个while语句 实现的概念是什么呢 你看 我们先来看 这while语句 它就是往后移 往后移 移到某一个位置为止 移动到某个位置为止 那它的概念 实际上就是要找I 是吧 要把你插入的位置 先找到 移动移动移动 移动到某一个地方 到什么地方为止呢 这个地方是到I-E为止 为什么要到I-E 那我们说 在单链表里面 如果要想对I 进行操作的时候 I已经没有 它当前的地址了 那它的地址在什么地方呢 应该在它的前区的next 后继指针移里头 所以到了本节点 本节点的地址就没有了 你必须得在它的前一个地址下 停下 然后才能找到后继指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单链表的特点 也是我们单链表的一个弱点 只有到了I本身 那我们找不着了 只能有后面的地址 所以呢 我们必须得在这个地方 寻找的是 第I-E的地址 那么我们找到了 I-E的地址 也就意味着找到了I的地址 那么这个well循环的目的 就是要找到I的地址 但是必须停在I-E 如果找到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操作 如果没找到 这个就是色出情况 跳出 程序跳出 所以我们把我们刚才的 这个一段程序 把它省略了 也就这个地方 可以进行正常的插入 就是实现我们分配节点 然后指针变化 那这个实际上是很麻烦 是吧 对于指针的理解来说呢 大家觉得这个 比线性表静态还要麻烦 因为静态呢 它不需要找 我们在这个地方 大家的体会就是 线性表的链式 它就是老要不停的移动指针 就是要找 所以我们可以不移动 它的数据元素 但是呢 这个查找要比静态的要复杂 那么也就是说 在你实际应用当中 你总是要在进行插入和删除 那你就不要用静态 你是用动态 如果你要是经常做的 就是一些查找操作 不对这个表进行改变 那么我们可以呢 就用这种静态的方法 所以各有各的特点 但是对于指针的操作来说呢 它的难点就在于 它的指针的这种变化 无论是插入 还是做其他的操作 关键就是在于 它的指针 经常的在进行变化 而指针的变化的依据呢 又在于 首先你要找到这个节点 找到这个节点的前驱 然后对这个节点 才能够进行一些指针的操作 所以要把握这两点 就是找到你要操作的 节点的前驱 然后再改变指针 那么后面我们几个算法的依据呢 就都是这样一个原则 下面我们来看看删除 删除 删除 还是一种一般的情况 我们要把AI删掉 那么它逻辑结构改变了 这是我们原来的表 那么把AI删掉 就I-1 直接指向I加1 把它去掉 这是我们的结果 那我们第一 首先也得要找到 AI-1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再把指针改变 就可以了 我们操作 归结成如下这样几个步骤 指针如何来改变 第一条 P指针是指在 AI-1这样一个位置上 这是我们的P指针 P指针等一会算法了以后 还要自己去找 所以P指针已经指到这了 我们第一步 P所指的Next复制给Q 所以显然P的Next是P的后D 所以要把后D节点 搁到Q里面 所以Q应该指到AI 这是我们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的实现 Q所指的Next 放到P所指的Next里头去 那我们看一下 Q所指的Next 就是Q的后D 这是AI加1的D值 要把它放到P所指的Next 要放到这个位置上来 P的Next在这里 所以就实现了这样一条线 这条线实现了 实际上我们删除 已经都达到目的了 但是呢 因为这个空间 是我们动态申请的 这个空间不要了 你必须要把它回收 所以我们还必须 把数据元素取出来 然后再把Q指针 释放掉 完整的算法 就需要你 首先找到这个P 然后再把我们指针 给它改变 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 要实现的 这个关键的步骤 要找到 你要插入的 这AI-1的这个位置 P怎么找 那就只能是用well循环 从头开始 一个一个的往后走 一个一个的往后走 看看它是不是到了I位置 这实际上是I-1位置 是不是到了I-1位置 数一个走一个 数一个走一个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查找的过程 找到了以后 这个well循环退出来 就应该是I-1的位置 这个是不合法 没有找到 不合法 找到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插进去了 删除这个操作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 对于一个list delect算法来说 我们的已知条件 应该是已知一个线性表 它的动态存储 也就是这个三面表 是个l 拿来一个三面表 l 告诉我 你要在什么地方 把这个数据删掉 就是I 然后删掉的这个数据 放在什么位置上 放在e 这个变量里头 已知条件和返回值 都在这样一行餐里头 表示出来了 那我们就开始 找到你要删除的 位置的前驱指针T 然后修改它的指针 取出这个数据 然后把这个节点释放掉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删除 所以我们数据来 结构来说呢 很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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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